王先生 王 林 平 王先生 王 林 平 王先生 王 林 平 可以叫阿民 今天來給我們講如何做PHP 或是開始了 用PHP 希望各位 如果你們有看公告的話 應該會看到今天有很多 自己的宿舟 所以後果你們有帶你們的訪念過來 如果 各位你這個Internet有問題的話 隨時告訴我你們有辦法上網的話 因為沒有想到實際 後面才有實際 好的 那 那我就把這些 現場的照片給我 王先生 我問問大家好 我是來自宿舟灣的一部落寶 蘇貝長黃 上禮拜有 我也同事來演講 他想要是 波課提的部分 那那個波課提呢 他 目前就馬頭已經放上網了 所以如果要下來 下來 他會去 奉戰 去把他都可以下來 那在講課之前 我瞭解一下大家 大家有沒有寫過測試的訊息 有寫過測試的訊息 所以也是有幾個人寫過測試 所以也是有幾個人寫過測試 那有 實際上有在 用PFB上 coded 有嗎 三 超過四個吧 那 今天我要講的目的就是 以PFG unit 這個東西來做 Unity 那 前面的部分我會先講 一下 前面的部分呢 我會先講一下 Unity Testing 所以如果有懂 Unity Testing的朋友 可以去一下我講師 這樣子 那不懂的話 可以看一下 Unity Testing 對你們開發 是不是來做一個好處 那第二 第二個大塊 尤其的比較開 就是 主要是PFG unit 上面 那我們先問一下 你覺得 測試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測試會這麼重要 有人想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 大家覺得測試是什麼 剛剛有舉過一個寫證詞的朋友 可以說 可以說一下 測試就是 因為我們寫的程式 我們都知道我們寫的程式 我們寫的程式不一定 第一次寫出來就是正確 所以我們需要驗證我們程式碼寫的 是不是正確 所以測試的目的 是來驗證我們程式碼 它的品質有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它重要 就是因為 我們人都會犯錯 所以寫的程式 會按照我們寫的邏輯去呈建筑 所以我們就要 藉由測試來驗證我們程式碼 那所以就去測試 如果你在 背容給測試之前 你在 我來測試這個 小專案好了 簡單的話 這個網頁 它是一個活動報名 像假如今天 我們有很多人要來報名 那我就會用 活動報名器的網站 讓你們來報名 那活動報名器的網站 它主要提供了什麼呢 它提供了 國中報名的 功能 那這個活動報名功能 還有一個小功能 叫做 限制報名 限制報名人數 那如果是限制報名人數 你會怎麼測試呢 對 黑色外套的同學也可以講 那你會怎麼測試這個功能 對 你會怎麼測試這個功能 對 你會怎麼測試這個功能 在人數還沒打上線的時候 則報名 然後跟人數已經打上線的時候報名 跟人數 差不多 如果人數限制50人 然後已經在是19人 然後 但是我要一次報兩張 還有三張跳的時候 就各種情況通通都是 對 就是你可能會 有可能 下一盤的學生之前 你會這樣做 就是我可能會 建議20個或20個以上的使用者 那分別切換這個身份 然後去做報名的動作 如果他沒有在報名代表我已經超過 如果他達到21個以上或21個 代表我已經超過了 就是代表這個功能是成功的 那如果20個以上 還可以繼續報名 那就是你寫的這個功能是失敗 所以你可能就要手動去測試他 那手動測試他 你會覺得 崩潰 這是什麼測試 為什麼要建的20個使用者 那我們還有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呢 我們先來帶三個 就我們來幾乎三個問題 就是 第一個就是測試他捏太多的時候 他要花太多時間 為什麼 因為測試 剛剛那個活動報名系統 他不只會做了限制報名元素 他可能會上面有 像有報名結尺日期的時間啊 所以你要還要對這個做測試 那這個測試 你又要花一堆時間去做這個測試 而且你有可能要去調那個日期 系統的日期時間來進行測試 所以會花很多時間 那接下來看第二點 那第二點呢 就是我們改了程式碼之後 還要再做一次測試 因為程式碼我們是也玩 不可能就不會維護他了 而且程式碼可能會出錯我們要改嘛 可是改的時候你怎麼知道 你改的那些功能 是可以正常運作的 所以還要再重複測試一次 所以你就會一直輪回下去說 我要在測試 所以花太多時間都在測試上面 那第三個呢 第三個呢 聽起來有可能有點模糊 就是會跟其他程式碼混在一起 是因為假如 這是一個博弈報名成的網頁 他可能會有一個view程式 那view程式會對應到 可能有一個博弈報名的程式 他再去call博弈報名程式 那如果call博弈報名程式碼 如果是view出錯了 導致博弈報名是怎麼 呈現出來的 是你不想要的結果 那你怎麼知道是view的問題 還是博弈報名的問題 所以你就會遇到這些問題是 可能你沒辦法去釐清是哪兩個 是我用報名系統的問題 還是view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測試的時候是可以 可以去測試你想要的東西 而不是把那些必要的東西混進去測試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身為開發者 我們可以把我們寫程式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測試的時候 倒回在開發時 我們在開發時就進行測試 像我們就可以寫了一個 我們一開始一定會寫一個 Event的類別 那Event類別裡面有了 reserve這個function 那reserve這個function呢 就要來提供報名的功能 那onreserve這個function 它就是取消報名功能 那我要怎麼測試呢 我再寫一個event test 就是一個測試類別 那這個測試類別 它對要的一個testreserve跟testonreserve 那這兩個function呢 它就可以分別來進行 對這兩個function進行測試 那它執行測試之後 它就可以把它測試的結果回傳回去 那這一個class它就可以去驗證說 我執行的結果是不是對的 那對的話代表你測試是成功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藉由這樣驗證 那這樣驗證的就是 算是叫unit testing 因為在測試裡面其實有很多種 那我們今天就包括講在unit testing上面 那接著我們來介紹 unit test的特性 unit test的一個特性 它就是來對程式中的單元 像單元就是代表了function跟classstone的master 那classstone的master或者function就是reserve 就是我們目標程式就是一個reserve 那另外一個就是測試程式 就是這個它會對到一個testreserve 那testreserve就是來測試reserve這個function 好第二個就是來測試function跟master 我們來測試它的功能 就是達到我們預期中的目標 所以就需要在testreserve裡面呢 就需要寫一個叫order count 那order count就是計算報名人數 是不是我們所預期中的符合的報名人數 所以這個可以藉由我們的count來 看我們報名人數是不是達到我們要的預期中 所以剛剛講的這兩點就是單元測試 主要它的特性就是它來測試每個classstone的function 或者是classstone的master或是function 那它會驗證它的功能 是不是符合我們想要的執行結果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講ubintest的重量性 就是我們做ubintest它可以幫助我們開發者得到哪些好處 第一個很明確就是它可以確保單元的執行運動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需要對我們寫的程式負責 所以我們對我們寫的程式進行測試之後 如果它是正常那就OK了 那第二個呢就是可以盡早發現程式重量錯誤 通常大家可能在寫程式之後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你寫了一個程式出來 可是你可能需要再寫第二個程式 才可以來測試我們寫那個程式是不是對的 所以這樣的問題就造成是 如果你原本寫那個程式出來 它錯了你要再寫一個程式去群眾 那就會可能你之後在除錯的時候 會發現是雜機等它綁在一起做debug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三個測試來 單純的來測試我們目前寫到的程式 那就可以在開bub之後去發現那些問題 那第三呢就是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們修改程式的時候會更加有信心 是因為測試的時候 我們在測試的時候如果測試通過 它就可以來確保我們目前的程式運作 是我們想要的結果 所以我們修改的時候程式會更加有信心 像是可能今天我拿到原本寫程式 那我可能要去修改它的程式碼 那我修改它的程式碼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我修改是不是對 大家都覺得怎麼修改之後它是對的 可能去看規格書 然後規格書再去按照規格書去確認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跟之前運作是一樣的 可是這個時候測試 如果你有測試的話 你就要去run測試 那測試告訴你說pass的 那代表你修改程式碼可能就沒有問題 那第四個可能就是測試級文件 為什麼會覺得測試就是文件的呢 第一個就是這是一個reserve function裡面的始作 那你可能要 我們可能要trace這個程式碼 或花一段時間嘛 可是如果是 這個是一個單元測試的程式碼 那單元測試程式碼 他可能就告訴你說 我測試了哪些像 第一個就是基本功能 就是測試暴名 就是testreserve 那第二個可能就是限制了暴名人數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暴名的功能 一定會限制暴名人數 那再去回頭看程式碼 它哪一段是限制暴名人數 你就可以知道了解 那第三個就是 如果 因為我們暴名 不會讓第二個 不會讓有兩個 同一個使用者 進行兩次以上暴名 所以他在重暴名的時候 他會丟出異常出來 所以你也可以具有測試 去瞭解到說 這個程式他會做哪些動作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可能在開發的時候 還會撰寫傳統的文件 可能就是你會寫一些文件出來說 我這個功能會達到什麼 會做哪些事情 可是你寫程式可能 你就懶去改文件 可是如果你有測試之後 因為測試跟我們的程式綁在一起 就是它是同步的 如果你有去修改測試的話 前提是要修改測試 它是同步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 因為測試過了代表我們 它對待我們程式 所以如果測試是跑對了 那它就給你去說 我們目前程式是 我們目前程式是OK的 所以它可以了解到 我們目前程式的運作 就是測試行為 那怎樣 你會覺得怎樣寫 測試才是一個好測試 你會想一塊講的 會扣掛的嗎 那怎樣寫 測試才會是好測試 第一個滿直覺的就是一定 就是容易撰寫跟違覆 那第二個呢 就是一個測試案例 它只能測試單元功能 那第三個就是執行時間比較過慢 那第四個就是 你要持續來更新的測試 不要把你測試給泡洗掉 那什麼是容易轉型的違覆 這是一個壞的例子 就是這個測試呢 它裡面有包含了 建立物件的程式碼 還有預期判斷 就是來判斷執行的結果 是對的 那我們希望 我們在測試裡面 它只能 它最好去做 就不一定 最好去做 就是它是預期判斷執行結果 所以我們就希望保留這個程式碼 就把這個建立物件給拿掉 這建立物件可以在 我後面講到 如果去把建立物件的方式給抽出來 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寫 那第二個呢 就是一個測試案 它只能測試單元功能 就是 因為我們要測試單元 所以我們要希望 每個單元測試是不利的 所以像這個 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壞例 就是它把reserve 跟unreserve 混在一起寫 就是這個測試 它是測試的reserve 跟unreserve 這兩個方式 那我們希望是把reserve 測試寫了一個測試案例 那unreserve 能寫一個測試案例對應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會希望 我們測試的時間不要太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撰寫完程式的時候 要執行測試 可是你執行測試 不可能只執行一次 可能會執行很多次 所以這來尾之間會跑許多次 如果每次跑測試 都會過很久時間 你受癢 而且開發速率會降低 那你就可能覺得 我不想做單一測試 那第四個 就需要持續更新測試 為什麼要持續更新測試呢 在前面有提到就是 像我撰寫的程式 原本撰寫的程式 有一個測試在跑 可是這個程式呢 它的行為已經改變 或者它有增加一些功能 那我們就要去把我們的測試 修改成符合我們程式的運作 來對它進行測試 所以就需要去持續更新測試程式 好 我們剛剛大約帶完了 單元測試之後呢 我們還是想說 我們來介紹一下 ph-uni這個圖 就是單元測試的圖 那它是Xe-uni架構的實力 如果有其他語言的人 也可能知道就是 Xe-uni架構不只實現在ph-g語言上 它可能有實在java 或者是cl也有 所以它可以實現在各種語言上面 ph-uni就是利用ph-g這個程式語 去把它實現出來 那ph-uni它是ph-g單元測試的 framework 它提供了一些預期判斷功能 那我們可以去了解到ph-g 可以很方便地去做測試 而不用自己去撰寫一些測試的 像if-else來進行撰寫 所以就可以利用ph-uni來進行ph-g的測試 那ph-g它主要提供的基本功能有 就是有 不知道我講得太快 如果講得太快 可以跟我揮手這樣 有 就是 就是它主要提供的功能有這五個 第一個就是adertion 大家會覺得adertion是什麼東西 其實adertion是ph-u裡面主要的核心 它是ph-u裡面的核心就是 它去判斷我們的執行結果 就可以透過adertion去判斷 那test dependency test dependency它是 如果我們有兩個測試 它之間有相依性關係 像我們剛剛講的 有一個暴明的function 然後它有一個取消暴明的function 那如果暴明的function 它運作失敗了 它有取消暴明這個動作 根本就不會 所以我們會希望 所以我們會希望把 可能會希望把這兩個測試 是進行有相依關係的 那第三個就是data providers data providers它主要是 可以提供我們測試的資料 為給這個測試案例裡面去進行 那第四個就是test exception test exception eception 大家應該知道是什麼 有沒有不知道eception 就是eception它是異常 為什麼要處理 為什麼要測試異常 因為大家寫程式可能會知道 我們寫的 就不可能一直很直覺想的 就是使用者會按照我這樣做 所以我們可能會需要去 我們可能會需要去寫一些 使用者會例外操作方式 然後對它進行例外處理 所以例外處理可能會 我們會拋出一個例外出來 那我們只能知道 程式有沒有正常的拋出例外 那就可以利用test exception去測試 我們程式有沒有正常的拋出例外出來 那feature 第五個feature feature它是可以建立我們測試的環境 還有像如果測試需要物件 就可以利用feature來建立 那如果測試完了 feature會把我們拆掉 就把我們把建立好那些環境給拆掉 那就還原到原本的初始狀態 所以這是我們等一下會講到五個主要的基本功能 那我們接下來翻譯程式就是活動暴泥系統 那這個活動暴泥系統 它主要是提供使用者暴泥 那我接下來會希望是有實作 所以會大有代筆電有更好PHP的環境 因為我剛才看四個會寫PHP 所以可能會有些語法 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可是我還有放一個翻譯程式在Git上 Github上 所以如果想要看其實可以對應到 等一下有翻譯程式去看 那我們就 大有也好有知道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是一開始的練習程式 就是一個 那等一下我講一下如何去做實作 有沒有人有聯網有問題的 或者是還沒留到這個網頁 沒有嗎 沒有那我們就開始 大家可不可以連 大家可不可以連到這個Github的網頁 那這個其他網頁裡面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還沒架好PHP環境 有沒有 有沒有沒有架好PHP環境 或是你有PHP環境的舉手 好 謝謝 謝謝 那 有PHP環境的人 如果是Windows可以比較爽 因為Windows可能會有點麻煩 那如果Windows上面有寫說 你Windows該如何去安裝PHP 就是你可能去設計一下你的環境變數 所以我們就連到這個網頁裡面 然後右邊有一個Wiki 右邊這裡 好 你要PG連到這個Github的網頁 那右邊有一個Wiki 那這個Wiki裡面呢 他會有 教你如果在不同環境 像如果有人當安裝Linux的五方圖啊 或者是MacOS的話 他就可以叫你去安裝 那我們就先花個差不多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去把你的PHUni給裝起來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開始寫測試 來裝這個測試程式吧 如果是Windows的話 可能你要打開你的環境變數 那去收看你的環境變數 這裡把這個PHUni的指令 他給 拿到你的環境變數裡面 你可以在你的commentline裡面去下 你的PHUni的指令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的翻譯程式就是 主要是以國中報名系統為主 然後去介紹他們的設施 那國中報名系統的方法 有兩個嘛 就是報名區 跟報名區 那報名的系統 它 我用資訊 它可能會有以下這幾個資訊 可是我們Forward在下面這兩點 大家只要注入下面這兩點就好 就是報名人數 跟實際報名的人 就是Attendance 跟Attendance Imitation 那 使用者的資訊就包括這三個 那等一下我們開發的 我們開發的類別 就是目標架構會長這樣就是 我們會先撰寫User 就是有使用者 那有使用者出來都會建一個Event的類別出來 那Event類別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來鑽寫測試碼 在Test的底下 W有架構問題嗎 就是會把我們的程式 我們要的運作程式跟測試分開 那測試會放在Test的底下 有一個測試程式碼 那我們要的 我們的運作程式就會放在Srt 底下 Srt 下會有Event的打片 User打片 這樣子 所以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我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不要把程式的邏輯帶進來 然後主要是放在測試上面 那 再來講一下 就是我們等一下辦理操作流程 會是先鑽寫類別的界面 就把類別的界面鑽寫出來 那鑽寫完了之後再鑽寫測試 那測試鑽寫出來 再回歸鑽寫時作 那時作寫完了之後再寫測試 那測試如果過了 我們就可以代表這種鑽寫測試沒問題 那如果測試沒過了 我們就需要回頭再把測試修改成 我們想要幾個 所以等一下會先鑽寫類別的 然後再寫測試 那測試前我會再寫實作 好 底下我們講的第一個功能就是剛剛提到 那兒子選 那兒子選它是來預期知識結果 是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像兒子選底下就有幾個四個例子 舉個四個例子 第一個是兒子處 就判斷實際的測試是處 就可以傳遞一個值 然後那個值 它不會傳的如果是處的話 代表測試是pass 那如果是force的話 代表測試是fail掉 那兒子equals呢 兒子equals它是來比較兩個值是不是相等的 所以第一個值會是預期值 就是ORD 預期一個子算是ORD子算 那實際值就會傳出是OSD子算 所以代表這個測試是失敗 所以就是fail 那你會發現說 欸你怎麼會有第三個 有個可以猜到第三個嗎 應該滿急血的 知道第三個是什麼意思 對就是錯誤性 就是 第三個就是說 這個水平是相等的 所以你才可以把它丟出來 所以你才可以把它丟出來 那第三個例子呢 就是 UnderCount 可以計算的陣列大小 那預期現在有移 所以正確傳進去 如果它size1的話 這個測試就是pass 那還有UnderContents UnderContents 就是可以看陣列裡面的元素 是不是我們要的值 那如果我們預期的值是php這個自傳 那如果在這個 這個陣列裡面有php的自傳 那這個測試是pass 所以可以其實很清楚的可以發現 預期的值通常會放在第一個 殘數上 那實際值就是第二個 所以很明確可以知道 耳熱大概知道怎麼用 就是一個統一的五個式 這邊有問題 所以其實在鑽解測試的時候 都圍繞在耳熱上面 就是會圍繞在你要的執行結果 甚至你要測試你的執行結果 甚至你要 所以都會圍繞在耳熱上面 那我們就來寫第一個測試 第一個測試呢 我們會需要測試 提供使用者報名這個功能 那測試使用者提供報名這個功能 我們會需要它有什麼預期結果 就是我們預期它的結果 會是什麼 有人可以猜一下 預期結果為什麼 那我講一下 就是它會符合 所有符合的報名人數 就是前面提到報名人數是 如果是一個人報名 就是代表目前的報名清單 一定只有一個人 所以要符合的報名人數 那第二個呢 就是報名名單中已經有報名的使用者 就是如果我已經報名了 我會在報名清單中 所以我要去驗證說 我到底能不能在報名清單中 有問題嗎 就是如果我已經報名了 我們會判斷這兩個是不是 執行結果這兩個有沒有出來 那我們來轉一下車子 大家一定有把那個 剛剛中心提到 就是需要把 這個專案給下載下來 如果有沒有用Git 就會只用Git把它合同下來 那如果還不用Git 就是這邊有一個叫 downloadlib 然後他就會幫你 當入成一個dip檔 然後就把dip檔給解出來 然後就可以有一個專案在下面 所以我們都需要在這個專案裡面 下面進行開發 所以如果還沒有下載這個專案 就可以先把這個專案給下載下來 那我們現在下載下來到一個 我現在已經把這個專案 我現在已經把這個專案下載下來 那這個專案的目錄結構就是 它有一個src 那還有一個 這個bender就是比較厲害 那test就是我們要放的 測試才是把它遞吧 所以目前我們的目錄結構是這樣子 那我們先鑽寫一個 user.php 那我們先鑽寫user.php user這個類也點出來 大家可能問 如果沒有學PWM 可不可以不知道 NextBase 什麼意思 NextBase 是一個命名的名稱 就是它是像我們現在目前在PG-Unit Event Demo 底下 所以我們就會喜歡把 NextBase 命名成PG-Unit Demo 那等一下會有一個功能叫AutoLudy 它可以自動幫我們載入類別 就是它可以依照我們的目錄架構 然後幫我們尋找類別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類別它就可以幫我們載進來 我們就不用在手中把它自己檔案給引誤進來再使用 所以這是 NextBase 的用處 那等一下如果不瞭解 NextBase 其實測試也不會 測試上也不會發生太大的困擾 就是其實這是 PHE 主要的文法 所以我們今天不會貼在 PHE 主要文法上的 那我們來建立 user 這個 user 這個使用者 他的資訊有哪些 假如 user 使用者的資訊可能有 ID 還有 name 名字 我剛剛有找到 ID name 名字 那我來用 constructor 幫他 我用 constructor 幫他把這些詞塞進去 所以這個 link 裡面它就會負責 如果有建立的物件 建立使用 user 這個物件之後 他就會負責這三個詞 那接著我們 我們等一下不會對 user WHB 做測試 因為這個程式法太簡單 所以我們有需要對他做測試 那我們接著撰寫 event 頁底 那影片呢 他有包含的幾個 attribute 在裡面 我們主要會不會在 attending limit 就是限制暴名的主張 那還有儲存暴名的人 你有哪幾個 就會用耳瑞的形態去組織進去 所以如果有一個暴名 他就會把他負責到這個耳瑞裡面 那一樣我們用 control address 去讓他把詞塞進去 所以如果建立了一個 event 的物件 他就會把他負責的詞塞進去 好 那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測試一次要撰寫 對活動測試 暴名活動這個功能做測試 所以我們會預期有一個 叫 reserve 的 function 那這個 reserve 的 function 他會回傳了一個 user 進去 那如果 user 回傳進去 他暴名成功了 他就會把這個值塞到 attending 裡面 那我們裡面先不做使用 那我們再回頭去撰寫我們的測試 測試就會放在這個 test 的底下 就不知我太久 就會放在一個 test 的底下 那這個 test 的底下 那這個 event test 他會繼承 PSUE Framework Test Case 這個類別 因為這個類別呢 他會提供像 aeration 的功能 所以我們就要繼承這個類別 太怪了嗎 分不上 蛤? 有問題嗎? 我們分不上你打的速度 喔? 沒有沒有沒有 你可以不用跟人打的 你可以先聽我講 然後等一下會讓時間讓你用 對 就可以先看 可以先專順提章面 然後等一下會覺得 等一下 這個測試 這個測試 我等一下第一個例子 就會讓你練習 然後這個測試我先示範一下 然後第二個例子讓你練習 那接下來就會 用 event test 裡面會去測試 reserve 這個 function 所以我們要需要 端寫的方法 那這個測試 function 叫 test reserve 那 test reserve 會測試什麼呢 我們首先要先建議 我們要被測試的對象 就是 就是活動物件 建立活動物件之前 我們先建立一個使用者物件組合 那再建立一個活動物件組合 那我們就建立一個活動物件組合 那我們就建立一個活動物件組合 就是 會有一個使用者 會去報名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先建立使用者物件 那再建立活動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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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OK嗎 那建立活動物件 那再建立活動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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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把使用者傳進去 那這個時候使用者的報名成功了 所以我們會希望 我們剛剛也有講到 就是 我們會預期 符合的報名人數 那 組合測試 符合報名數 還有報名清單內 是不是有報名的使用者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撰寫這兩個測試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符合報名的入面有已經報名 已經就是有一個報名 它的報名就是1 那如果我進去報名的 我就會在報名其他內 所以在剛剛有提到就是 psunit framework text case 它裡面有提供Library 那這個Library也像有熱線Library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 我們要測試符合報名的數嘛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叫under count 它這個under count 我們預期的報名的數是1 所以我們傳1進去 因為現在是一個人報名 所以傳一個人進去 那預期的報名的數呢 就會希望是 好像我剛才回合一段寫下來 所以我這裡漏掉一個東西就是 我會希望它這個event的類別 它可以回傳說告訴我們 attending number 就是報名的數有幾個 所以影片裡面會有一個attending number 那我們就可以去看attending number回傳的值 就是報名人數跟我們預期是不是一樣的 所以Event就會去判斷Event裡面的AttendingNumber AttendingNumber這個方式 他回傳時是不是E 那如果是E 測試就PASS 那第一個我們要測試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測試還要想要驗證一個東西就是 在報名清單類似這種包含的那個報名就等了 所以會希望有一個叫UnderContents 而這個Contents就會去判報名清單類似的那個 所以我們把這個Under就在報名清單類 那我們會希望等一下會 撰寫一個就是Attendees 就是這個全域變色裡面有個Attendees 這個Attendees它是存了已經報名的人在裡面 所以我們看這個Attendees裡面的Element有沒有那個存在 好我現在就撰寫了一個叫TestReserve的TestCase 那接著我們回頭會撰寫實作 那實作就是 實作是蠻簡單的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要把 Reserve這個方式將使用者回報名清單 所以會希望是 讓Attendees這個Array 它的Index值會是UserID 那User就會把UserID 寫到那個Array的正點裡面去 所以這個使用者就已經進入了報名清單 那如果是要取得報名人數的 那我們就可以回傳一個正列大小 我們就可以Return這個Array大小是幾個 所以就可以利用SizeNum去Return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它 它要測試就是 我們需要測試的 reserve跟 getAttendingNumber 這樣 那我們接著有去執行測試 在這裡下呢就是有 這兩個字程式碼 就是我們剛剛斷寫的程式碼 那還有 這兩個字程式碼 Test程式碼 那我們要怎麼測試呢 就是PFU下 直接下PFU0 那因為剛剛我有說 我們會用到自動插入類別的東西 所以有一個參數學校下 叫我BoostTrack 那還有指定 之前可以先 如果不懂編區可以先不用管這個 就是 我需要一指定 我要自動插入類別的程式 那 今天在執行測試 那 可能會發現執行測試是有問題 那我們再回去看一下有什麼問題 上方都寫 B23號是失敗 所以我們就回去修改一下 看一下測試23號是出現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先進行測試 所以我們可以再進行測試 我們可以進行測試 來一下 我們可以進行測試 那些測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错错的就是我们需要去判断是 get the number 它会出来是一嘛 所以需要用n的e equals 需要用的e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這個 function is the search content 是喔 是喔 前面的 search 是 謝謝他 太緊張了 除些一點的話 還保證是測試成功的 所以他顯示就OK 所以這個測試 他第一個測試撰寫的成功 他會去測試 他會去看 回傳的attending number 就是已經報名的數 是不是符合預示的一個已經報名 那如果是 那另外一個我們驗證了 就是驗證了這個 參加者的attending 他是不是已經報名 有在這個 參加者的名單內 那這是我們要測試的目的 那接下來跳下一個 測試 那下一個測試 就是有 有化名跟取消化 那如果是取消化名的話 你會怎麼轉型 所以如果是取消化名這個測試怎麼轉型 那如果取消化名這個測試 你會有預期結果 大家會覺得他有預期結果 使用者資料應該 對 對 使用者資料混在裡面 還有 就是他 他需要有符合的報名數就是 如果已經沒有人在報名清單內 他的等數就是0 那還有就是取消或使用者 他不在報名清單內 就是剛才會同學講的 那大家可以去試著 鑽證一下這個測試 就是一個測試 那如果有鑽證有問題 就可以再跟我說 可能會需要那些小技巧 可是如果大家鑽證 可能一開始會是我們在一起測試 那等一下會教大家 如果去把它獨立出來測試 那可以開始動作做第二個測試 那可以開始動作做第二個測試 這程式碼裡面有 就是我們等一下後來操作的程式碼 都放在這個demo裡面 那這個是一個一樣的網頁 所以你可以直接打開 就可以看到寫程式碼是哪些 抱歉 謝謝 這次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